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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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没人呢 我不是人呢 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那可不是嘛 多亏你们韩经理啊 我们这小姐才有的活 那还真是 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 都囤着你 讨厌 这么说大实话 那你们就是什么都扛着呢 什么关系啊 哎 韩经理呢 他呀 最近老忙了 但是看到你之后呢 就特别特别的高兴 那个 把这个样品呢 拿过来 让他高兴高兴啊 你有所不知 我们经理 为了这个公司 那心操的 洗碎呀 什么人受得都成皮包服了 住手 干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客户 送你的一点 心意 什么心意 办公司要的是心思 我们公司 收产品要的是品质 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 出去 啊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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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我看看 是什么 急死我了 快点 你急死我了 你从你进门颅脸 给我吓得 一举令 小柳啊 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现在总公司啊 正在调查 收受礼品这个事儿 而且呀 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 上个礼拜 第一分公司的经理 就是因为收受礼品 违反了六项禁令 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 工作没了不要紧呢 要紧的是 你没了工作 上哪收礼去啊 那不是瞧你回来吧 我们在你这儿干下了这么大功夫 你要是给撸下去了 那不就完蛋了 哎呀 不可能 你就放心吧啊 咱们呢 就小心一点 小心使得万年传 哎 怎么不可能啊 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看啥呀 每回你一来 我就给他支走了 而且你看他扮傻不拉的样 我看这五百号 你知道叫啥吗 啥呀 二米一湖 到 小柳有事啊 有事 啥事 除去 是 笑一跳 所以你就放心吧 咱们 你确定没事 我不说了吗 咱这是二十八楼 门都关好了 这事啊 只要你不说 那就是天之 地之 你之 我之 他之 拔纸啊 哎呀 你吓死了 这不就一个擦玻璃的吗 你 啊 擦玻璃的 呀 还真是擦玻璃的 哎 这我吓了 不对啊 擦玻璃 他拿个小本 记什么玩意的啊 你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 我去看看 你好 小师傅 你好 小妖精 对我挺幽默的 你累了吧 不累 你肯定累 进来喝口水吧 看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 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那进屋上了厕所呗 不用上厕所 我又没喝水 那不喝水可容易上火呀 嗯 怕上火 就喝加多宝啊 他能超排金宝的 是不是啊 我心里歇会啊 来来来来 哎呀 你别客气 哎呀 你就进来吧 哎呀 我还没掉完呢 你帮我 咋的了 咋的了 你谁呀 搁哪进来的啊 窗户啊 跟我装蜘蛛侠呢 经理办公司 是你随便能进的吗 出去 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能不能客气一点 对不起 请您从窗户 滚了出去 行了 你别怎么没用 来来来 你先坐一会儿 来来来 我先得看 歇会儿来 坐下来来来 现在对保铁人员 都这么尊敬了吗 我们国家看您工作 特别辛苦嘛 这都是应该的 以前你为我们服务 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不行不行不行 那个上班的时候 不能干别的 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 你知道 六项禁令 六项禁令 不是这暗访了 这现在就来了呢 他是暗访的 我说咋把经理 像成这样的 蛋 你好 小师傅 你好 小妖精 谁看你来的 公司派我来的 什么公司啊 总公司呗 听着没 听着没 对上了 总公司来的 那小师傅 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 我这次来 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 清理高层 底层里都不管了吧 底层怎么不管呢 底层有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其他同事 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是力度不大 能清理干净吗 都要清理干净了 你干完了我这是 你可不知道 干我们这行啊 就是受不了仓屋纳购 现在领导眼睛可见了 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 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 哪有你们挣得多呀 小师傅 小妖精 你听明白了吗 他点的咱们呢 点的啥呀 我告诉你啊 我有办法 我们就把这份礼啊 送给他 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 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肩蛹 怎么讲 好吃呗 好的比脂肪还好吃 咱边辣椒炒好吃 你俩碗清辣辣了 我都扎成个眼就吃了 把礼物送过去 我的嘴软站不起来了 小师傅 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 是有小包 那把我拽下来还送礼物 给我的 对 送给您的 收下吧 不对 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不是 不是你点什么头 你就是想贿赂我 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 是不是 我跟你说 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 我都没有 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 我一视同仁 哎呀 小师傅 你看你多新了吧 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 你平时啊 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 所以我们公司打算 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 进行表彰 这个礼品 送给你 表彰你 这里边是锦旗 容易正是不是 想赚 那我不要 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 要是没有讲庄的话 我妈怎么跟街坊里女们显霉呢 确实没法显霉 算了算了 不跟你们 不跟你们说了 耽误了那么长时间 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 我还得清理下一家 小师傅 这个礼品 其实你都拿下来 那每个人 一张 杀一卡金 卡金 你是经理啊 你是谁啊 他客户 你呢 帮 给我们盒子里装的是啥啊 我们公司新产品 本来吧 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 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 都乐的呀 是啥意思 不是 这个新产品 送给你了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 就想拿钱收买我 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 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帮你跟你说 我走 站住 我走 这怎么回事呢 他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不是你的问题 是他有毛病啊 我比你俩还健康呢 不行了 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 一会儿没有体力插玻璃 行了行了 我求求你了 咱就说实话吧 你根本不是啥插玻璃 你就是个暗访的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 我不是擦玻璃的 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你非说你会擦玻璃的 你现在就跟我们说 这玻璃怎么擦 玻璃就怎么 玻璃就 这么擦的 不所以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这栋龙一共有多少层 30层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每层有108块玻璃 那这栋龙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一共有3240块玻璃 碎了两块 还有3238块玻璃 他全答对了 对啊 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你看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 妈呀妈呀 累死我了 真是 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 我再去 这是你做的吗 不是刚才你 你长着好屁股了吗 要不要个大脸了 你刚才拿那个小本 记什么玩意呢 我记的是工作心得 我看看那个 哪个喜迪玻璃擦玻璃好使 你看 这家工作挺认真的 你给我俩除不去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 不刚才你把我拽下来的吗 走就走呗 你那么厉害干什么 鸡脑的 是你的吗 你就拿走啊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给你 你怎么玩意 咋挺大呀 放点 出去 干什么玩意 你让我进来就进来 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 我就不出去 二迷糊 走 出去 是 不是 我让你这 他跟你说 就你这地方 你让我呆我都不呆我 走 你再请我 我都不进来 你们俩一个收礼的 一个送礼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 那停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不就是 他想卖货 你想收礼 怕暗访的来调查 然后我这好擦玻璃 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 就想收买我 不就这么点事吗 这事你记得挺清楚啊 就是这么点事 妈呀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呢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你一个擦玻璃的 说出去谁信呢 他就给我送礼了 我就收了 怎么的 我走了 等会儿 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 你不擦玻璃了 妈 小师傅你那抹布 太阳那个饮料 你都没带走呢 已经有证据了 就不用负那个货 他就是给我送你的 我就收了 怎么的 太好了 终于找到证据了 公司是我家 不能让这样的人 把我的家给毁了 很有正义感 我得走了 回总公司汇报 再见 再见 站住 看来 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 别跳了 跳也没有用 自己做的事 就得自己担着 若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